第一就是油管它的木瓜 它的木瓜的火 有什麼 吸出來之後又乾掉 然後這是缺水了嗎 還是什麼情形 再來就是金瓜它的胸子怎麼會這樣白白 買回來就是這樣 是缺少微量完熟 微量完熟 還是說沒有水 另外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它裡面的包那是什麼東西 它買很久了 買了自己也不知道 那包到底是什麼 因為那些東西都是看不到你 看不到你 所以要請教老師 來 稍等一下 因為剛才好像有斷訊 然後又重新再連 所以照片也會稍微跑慢一點 不過剛才有稍微看到 就是說 我們在看一個肥料的時候 比如說 那是一包肥 當然蛋鈴甲 這個蛋鈴甲 這大概我們最容易去看到 就是你最簡單 你就是為這個地方 反正最簡單 所以最簡單 你就是為這個蛋鈴甲 你那是先去判斷 判斷說 好啊 所以 其實我們好朋友傳到的商品 裡面 它那個還不是英文 現在手機很方便 你不用輸入 你用這個翻譯 你把它避開照片 他就把你翻譯 翻譯中文 我覺得 速度好像還可以 不然跟日本人 跟日本先生在溝通的時候 就是拿手機 我講中文 他就變成一件 現在他講一件 變成中文 當然那個翻譯不可以說太準 基本上還可以 因為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如果是專業在開港 可能就天馬行空 就這麼說 這專業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 比較 結束 比較共同的 這個方向 所以 基本上來說 應該是很容易 很容易 可以去 這個問題 就說很簡單 可以去抓到 這個方向 不過 有時候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 如果有專業 這個專業的 一些專業的 這個內容 的時候 他通常是 比較容易去翻譯 這個我們也稍微知道 所以 好朋友 他這個東西 是 這個蛋林甲 丹林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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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比較順 我們在用的紅咖哩 因為他的順度不是那麼高 所以他通常就會看到 因為順度不是很高 順度不是很高 他有可能裡面含有一點鐵 什麼鐵 這就呈現他的顏色 這一點點就紅了 所以叫做紅咖哩 如果順度沒有含這個鐵 不是說紅的就是不順 不是說他的順分 就是沒有這個鐵的時候 他通常這個紅咖哩也不會紅 他也是白無白無 所以這是這個0061 所以這應該是這個綠化夾 下的這個看起來很像英文 但是他又不太像是英文 不太像是英文 這應該是這個 因為很多都看不到 所以可能就沒辦法了解 不過他一百是這個希臘字 這一百 應該是這種的 所以你稍微知道一下 這包就是這個綠化夾 這30K 30 是肥料的意思 這K就是夾 所以這個是夾肥 如果有他0061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氧化夾 K2O 百分之六十一 這種應該就是這個綠化夾 有的說 你比較固定 不可能是這個硫酸胎 硫酸胎的氧化夾的含量 沒辦法到百分之六十一 因為它是K2SO4 SO4的時候 一個硫 還有一個4個羊 這樣是那個重量 你知道一個硫是32 四個羊就64 所以這個起來就是 30G 64 就96 這個原子量就96 所以它的那個比重 就整個都比下來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 我們就知道說 它的比例 就是差不多 氧化夾的含量 並說一包是流生甲 氧化夾 氧化夾 換算成氧化夾 加肥的含量 差不多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四十六到五十這個重甲 所以你這包 這是這個氯化夾 紅咖哩 因為社員沒看到 通常可以多一點點錢 所以這個應該你當初買的時候 也不會很 很特別的便宜 所以讓你先做這個了解 好 再來一個是這個木櫃 木櫃 這個看起來是看不太出來 那看不出來說有什麼 因為木櫃一般 在這個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最注意的就是這個缺膨 chilly 沒有抺膨 沒改憾它的 Shore 變成石頭蛤的陰 otta 触車 人意izer 感情 你會看到有這種現象出現 但是 如果沒有改憾到時 有時候 嗯 因为他够了一个中路的一招 所以这和碰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缺碰 这温度巡贵头馆所引起的 这种缺碰的现象 不过就是说 在这个木柜馆顶 他看到其实还有一些 把火出来的打起 很有可能就是含碰的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注意到这种的这个缺碰 那么 他特别很软 他特别热 这个时候 他有这个缺碰 他如果碰不到 其实火开不出来 他就急 甚至有的 会去这种疫病 譬如说你染到河 他的肖子 甘水甘很多南河 所以他要为这两方面 来做处理 他有时候他的火开不出来 你有看到他火 但是他就 过不过去就掉了 他就掉了 他就掉了 这种情形 这有时候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 我们在楼库厅的时候 还是说 这个格温度设的这个天气里面 就很容易出现到这种问题 就很容易出现到这个疫病 这个日本会落火 不像落火 有时候落火 又会落火 这通常是 我们要去小心注意的这个地方 所以目前看起来 第一个 你如果是因为缺碰 他整个全白去 全白去 全白去 你如果是在果冰 果冰那个地方 喂 喂 刚刚讲到果冰 他就断掉了 让你 你没人说 他就衰断掉了 你看太厉害了 不因为 做过了 所以现在我好像有抓到一点点小小的窍 喔 是喔 好 因为 有发现 他有时候 我对这个问题 就很容易 断线 好 稍等我一下 好 好 没关系 老师 教授说的 果冰 就断线了 我现在说到这个 毕竟在这个 隔温测的这个天气 很热的时候 很热的时候 被人家的测气更丼 很容易申请这个疫苗 疫苍 疫苍的这个发生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条件 就是溶度 溶度很高 高市的时候 摄土顶管的时候 很容易来删成这种问题 所以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只要我们是在这种 较高温的一个环境里面 很容易发生这五六七八九十 这几个月的温度是稍微高 摄土更高 摄土更高 这边就都走起来 那么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说这楼梯 在楼梯都要涩来涩去 下来的生活 他的保持一个温度 所以他如果是在那摄来摄去的时候 就说这种有得 现在摄位的那些 哪里头下有这个环境 这个白昆的雕底 他的这个生活 雕底的生活没什么事 喂 有有你继续讲没事 刚刚冬了一下 冬了一身 他说他在雕底的生活没什么事 但是他以为这种就可能会刷过第一种 所以那一般来说就是说你能够改 用这个漏后天的时候 你就去管 噴 管都可以 雕磷酸青氧化吃 那你不能等到漏后时 就会来用 那个白昏 漏后 更来用的白昏 所以雕磷酸青氧化吃 不然你就是用一点 这个 简单来说 就说在那里 雕磷酸青氧化吃 这个花 如果冬了一边的这个漏后 如果生过过了你就知道 达妹分 亚托民 晒座妹 这类的一个神迹 都不是说这些殉壮 亚包感菌 对到这种都很容易 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那让贵心 这铜胸 这铜胸 都要差不多用两遍 处理两遍 过来 咱作文 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这直接让你稍微了解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金粿 金粿这蜡子有白白金金那种 这应该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说 有的这个拼正 他的这种这个经营 所以 这不是说什么缺费 还是怎样 所以这个 他如果是 这个温度 这个 这通常他的拼正 都会有那个银斑 那个银斑 那不是说对面 还是说 这个缺费什么肥料 这应该是没什么要紧 你才做就对了 那么 在这个时候在装金粿 这个时候装金粿 拼正一定要算得到 拼正要算得到 你说较凉的时钟 我们针中国南瓜 西洋南瓜 这种这都没什么要紧 你做的时候你针西洋南瓜 那就是准备 这种 这个缺费 这大概就没什么机会 所以你针的这个拼正 一定要算得到 好说 一般来说 德手 你如果是在装金粿 他都没说 这个时钟 就去发的西洋南瓜 特别 你特别的 怎么说特别 因为拼正的 或许还可以 但是拼正这个时钟 也不敢针西洋南瓜 这大概德手 很多好朋友 都这样 这个 这个安排 这提供给我们 听众朋友 稍微做一个参考 嗯哼 这条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